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读书有道》,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刘德华。 刘德华,从香港小子到亚洲巨星的逆袭之路,在娱乐圈流行风潮转瞬即时的今天,刘德华,这位家喻户晓的名字,依然像一座屹立不倒的高山。 四十余年来,他始终在荧幕,舞台和歌坛上占据着一席之地,用作品征服了几代观众。 那么,是什么让这位天王成为长盛不衰的传奇? 一、从努力小生到票房之王,拼尽全力追梦。 刘德华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从默默无闻到名阳四海的典型逆袭,1961年出生于香港星界的他。 从小家境贫寒,梦想却从不平凡。 1981年,他考虑了TVB训练班,以一副俊朗的外表和谦虚的态度迅速展露头角。 然而,真正的成功从未垂青过作响其成的人。 在1983年因出演《神雕侠侣》成为炙手可热的杨过后,他经历了事业的低谷,甚至被公司血藏。 然而,刘德华的坚持和毅力让他走过了最黑暗的日子。 凭借电影《望角卡门》和《天若有情》,他逐渐打开了电影市场。 1990年代更是他的黄金期,主演的《无剑道》、《赌侠》、《大块头有大智慧》等家作《票房大卖》。 塑造了多个经典荧幕形象,他的票房号召力从香港库展至亚洲,甚至影响到全球华人。 二、不只是演员,多才多艺的全能艺人。 刘德华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,还是一个实力派歌手。 在1980年代末期,他的歌唱事业起步,《望情水》、《冰雨》等情歌更是红遍大街小巷。 即便在竞争激烈的歌坛,他依然凭借深情款款的演唱风格独树一帜。 刘德华的音乐魅力源于他的真诚和努力。 他的歌不仅是一首旋律,而是一种情感的传递。 多年来,他的音乐依然传唱不衰,成了无数人回忆青春的必备曲目。 而他演唱会的《一票难求》更是让歌迷为之疯狂。 演而幽则唱,唱而幽则倒。 刘德华始终在突破自己,不断挑战新角色。 三、低调真诚,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 如果说刘德华的事业成就已经足够令人敬佩, 那么他对家庭的低调,对粉丝的尊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更让人感动。 他从未因为自己的地位而高高在上,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。 他的低调和真实让粉丝对他更添一份敬仰。 他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,也是一位零负面的艺人。 在慈善方面,刘德华也是身体力行。 四川地震,疫情期间,他都默默捐款并提供援助。 他甚至成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。 对教育、贫困儿童等领域提供帮助。 堪称娱乐圈的模范。 四、不断进化,从偶像到全名刘德华。 刘德华的成功并非偶然。 他善于根据时代变化调整自己,保持自己的新鲜感。 无论是拍摄商业大片还是艺术电影,刘德华都能游刃有余。 他对角色的诠释也从不千篇一律。 在《拆弹专家》系列里,他挑战硬汉形象。 在《陶姐》中则饰演孝顺的青年。 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成了经典。 即便在年过六旬的今天, 刘德华依然活跃在荧幕和舞台上。 他说,只要观众还想看我, 我就会一直演下去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坚持和对观众的沉默。 在娱乐圈中,像他这样经历过风雨。 仍然拥有超高人气的艺人,屈指可数。 五,刘德华的启示,坚持,努力,真诚。 刘德华的传奇之路不仅是娱乐圈的缩影, 更是无数人努力奋斗的榜样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 外貌,运气都只是成功的敲门砖。 真正的成功来自日复一日的努力。 不放弃的决心以及对观众的真诚。 在网红遍地,明星更替的今天。 刘德华的成功方式依然为人称道。 时间会老去, 但刘德华的故事依旧会在无数人心中闪耀。 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巨星, 更是一位奋斗的传奇。 结语,这就是刘德华现象。 刘德华不仅仅是一位演员, 一位歌手。 他早已成为一种象征, 一种力量。 他的故事不仅属于娱乐圈, 属于观众, 也属于每一个不懈追求梦想的普通人。 在他的故事里, 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, 梦想的代价和成功的真谛。 谢谢大家, 下个视频见。 我们下个视频见。 我们下个视频见。 感谢观看